10點08分 歡迎所有飛碟聯邦網的聽眾朋友們 在時針店的新聞過後 再次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禮拜四的第二小時 男女大不同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認識創傷後壓力症 創傷後壓力症 傷害已經過了 可是恐懼卻留下來 我們以前常常會在新聞 播新聞的時候在一些比較大的災害 比如說像921大地震之後 滿半年的時候我就回去災區 做了一個系列報導叫做 就是921的創傷症後群 不曉得這個創傷症後群 如果以學理上來說 跟創傷後壓力症 是不是一樣的 今天來到現場是大家非常喜歡的 而且難得他來又沒有下雨的 心悉心理諮商所創辦人 周穆茲老師 哈囉 大家好 總統你好 穆茲剛來說我也一度以為外面下雨了 因為他整個人 汗流浪費 都是汗 對 然後呢在這裡呢 我也想要 藉由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的祝福 因為呢 穆茲老師昨天生日耶 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彤彤姐 耶 原來是位獅子女呢 啊對 獅子女 應該蠻容易辨識的吧 其實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因為你跟我熟 就看得出來 有些人就是只有在上節目 什麼看到我 就看到我溫良公姐這樣那一面 就沒有看出來 真的沒有 不會不會 要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要看到他Rocker的那一面 對 你就會知道 欸我前兩天呢 晚上睡不著 也不知道好像是睡前 不知道喝了什麼 也睡不著 然後我就把你們 那個 你們樂團的 這幾年來的作品 在有在YouTube上面 我都全部看一遍 天啊 我有看到你來按讚 哈哈哈哈 我覺得那一天 好可能啊 我看了快兩個小時耶 真的啊 然後還有看你們在大港開唱的 那一個表演 是 對啊哇你看到 你如果就是看到慕姿 在舞台上的表現 你一定會非常非常的 沒有辦法跟 他坐在這裡 跟我們每次 每個禮拜 每次禮拜四聊天 那個做聯想喔 但那個方面就非常 在那邊看起來就超像 獅子豬 女王嘛 就是一個女王的感覺喔 那但是 就是很溫柔的女王這樣 反正anyway就是 生日快樂 要祝福慕姿 謝謝大家 好那今天我們要來聊 為什麼你會想要跟我們聊 創傷後壓力症 然後 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 在 在學理上叫做 就是 真的叫什麼 我剛剛講什麼 創傷 創後壓力症後群 是一樣的嗎 其實它應該是類似的東西 因為都是PTSD 只是說 它可能在講 因為它在講那個 症跟 就是syndrome 就是那個 症後群比較像是 有一堆症狀 然後那個叫做症後群 症就是 ok這個東西被 已經被命名了 就是這個東西 真的是 我想起來創傷壓力症後群 對對對 壓力症後群 對對對 創傷症後群 都是用症後群 就是 三個字來 就是 應該說都是創傷後壓力 對 然後但是症後群是一個 一個 有點像是症狀的總結 然後症是 症 它就只是說 它就是已經被確定 這真的是一個問題了 這個可能醫療 就是醫生會更清楚 這個部分的解釋 但就我在看他寫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在說的東西 其實是類似的東西 好 好那痾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痾 因為每次我常跟慕姿聊天 然後慕姿他每次自己私以下 推薦給我的書 我也都覺得非常好看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聊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也可以把 我們兩個自己彼此私下 痾會聊的書 或是他會推薦給我看的一些 痾不管是痾 跟心理諮商有關係 或者是跟一些關係有關係 的這些書 是不是也能夠有機會 推薦給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那我們就決定喔 要來開一個我們的這個 禮拜四在慕姿老師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個讀心會喔 所以呢 痾這應該算是痾 我們我們之前其實已經有過 有過一兩次跟大家分享一些書 很多人也都非常喜歡 而且後來他們都有去把那個書找來看 太棒 那慕姿也很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跟大家分享 那雖然他自己已經是一個很多產的作家 欸你算多產作家嗎 其實我還好一年一本 一年一本 但是現在下一年已經 七月已經過了 我到現在那一本 對啊 你為什麼今年的書 因為今年在弄專輯啊 我實驗要出專輯 我就很想說你的書怎麼還沒出現 應該是要出現 但沒有關係 他還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書 要跟大家推薦 所以我們要如果講到創傷後壓力症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不是只是我們說的大的災難 你說什麼地震之後 留下的傷害 或是你今天出了一個車禍 或是你遭遇了一場火災 不是 事實上你在跟一個人發生一段關係 在這一段關係裡面 留下的傷害 他有可能都會變成一種壓力症 所以比如說有些狀況可以用具體 具象的來描述的 包括你有沒有常常會看到 某些特定的事物 你就突然間覺得壓力很大 那比如說流汗或者是心計 那或者是你會不會半夜做噩夢 然後睡眠品質很差 你曾經發生的事情 會很奇怪的在突然間又出現 好像又重新在你面前出現 或突然間在你腦海出現 你根本就不想想起它 這些事情其實 可能都代表著 你有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 今天牧澤老師的讀新書 讀新書讀書會時間 那要帶我們來看到的一本書是 讓心理的傷不到待 讓心理的傷不到待 當我們深陷在過去的創傷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許多生理跟心理 適應上的困難 那這些症狀會出現 有可能是我剛剛說的那樣 那會讓我們掉到情緒的黑洞裡面 可能會影響我們跟其他人的關係跟互動 近年來談論創傷後壓力症的書籍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對他的了解可能仍然不夠 我剛剛講的這一段 其實我立刻想到的就是 很多人我們身邊很多朋友 我們也常看到有人在寫這些文章在討論 就是說他可能之前談了一段戀情 然後在這個戀情當然受傷 那他就決定說他再也不要這樣子去愛一個人 那但是呢他碰到了一個人 但是後面的人可能是一個對的人 可是他卻不敢再付出 或者是做出一些逃避的一些舉動 那就有朋友身邊的朋友告訴他說 傷害你的是前面那個人 可是這樣子其實受到這個影響 或者是被不公平對待其實是後面的這個人 對但是身為這個當事人他覺得他就是沒有辦法 這是不是也算是一種傷後壓力症 其實剛剛彤文杰在講的這個部分 我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談 一個是創傷一個是創傷後壓力症 創傷後壓力症這個東西之所以他有一個名詞叫PTSD 就是因為基本來說他是有一個有點像是 他算是一個醫療的病症 所以他會有一些條件 然後那一些條件是你要符合這個條件 才能算是在創傷後壓力症 那那個部分的確是比較分 偏精神科醫師跟臨床心理師的範疇 但是他們在講那一個部分 還是有五個比較典型的症狀 比如說你可能會因為碰觸到 會讓你想起那個事情的精神壓力 比如說可能是碰到甚至是味道甚至是事情 甚至是有些像是 譬如說他以前有在戰場過 然後他對於那個有很大的狀況 可是他平常都還好 可是他出去外面說突然聽到人家在施工 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會覺得很像那個就是 現場的聲音 很像那個牆對 然後他可能就會初然出現了 接下來可能他就會開始心悸流汗 第二個症狀就開始一些生理症狀 他就覺得喘不過氣 然後他就可能會 例如說出現創傷重新 他開始想起那個東西 然後做夢的時候也會夢到等等 就是這一些症狀 就是在創傷壓力症裡面 他是一些很主要用來就是 評判你算不算是在這一個症 有得到這個症或這個症候群的這一個 就是他如果以病症來看 但剛剛彤文杰講的那一個就是 我以前因為受過一些傷 以至於我現在在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這個東西更接近是創傷 他也有可能會有PTSD 就是創傷後壓力症 可是他有可能就是一個 他不一定會有很明顯的心悸 我知道 可是他會 你剛剛講的前面那個應該是說 他已經實際上有一些生理的反應 沒錯沒錯沒錯 那我們剛剛後面講的那個例子 他其實是一種 就是可能情緒上或心理上的無法跨越 對 這個是有程度上的差異的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是 真的會讓你有恐懼 比如說有些人他可能 經歷了一些什麼事情 就他會某個地方或是某個東西 他會特別的恐懼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進去 進入到這個地方 那可能就會對他的生活造成一些影響 沒錯 像我小時候溺水過 而且是在做CPR 在我很小的時候 可是其實我沒有任何記憶 可能是因為我解離了或什麼的 所以這一件事情是我四五歲的時候 而且發生過兩次 有一次是要做CPR 可是我完全沒有印象 但是我很自然的只要我一進游泳池 就是或是去海邊 因為我那一次溺水是在海邊 特別是海邊 我會有很大的恐懼 就是我會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就是會會抖 然後我會不想要進去那個狀況 然後後來後來後來才知道說 也許是這個部分 然後第一次去浮潛的時候 就真的是我先生一直牽著我的手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只要一緊張就可以上去 然後是藉由這樣子慢慢的 讓自己對於這一個恐懼 稍微比較可以接受一點 但是還是會很害怕 嗯好欸有人在問今天要不要開call in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從昨天就是 我們有講就是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開一下call in給大家 那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看看有沒有機會 假設說有時間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會開call in 那大家如果有一些類似像這樣子的一些問題 可以打電話進來聊聊天 好那我們先來講就是 典型的成因跟症狀 嗯 剛剛我們其實有講到了一些 對 有五個 有五個典型 為了以防我 以防我現在腦波比較弱 所以我要一邊看一邊講會比較安全 對 一個是就是當你出現創傷的體事物 說引發精神壓力 例如說像剛剛我說的 對 像那個最近有一部韓劇很紅 叫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對 它裡面也有 有有我有看 因為大家都在問你有沒有看這一部 有我有看它裡面那一個有一個杯杯 它就是 就是它在戰場上 所以它聽到那個啪啪啪啪的聲音 它就整個覺得很像進入戰場 這個狀況是真的會發生 因為像我今天帶的書 這幾本裡面他們都有提到 戰場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的這一個狀況 然後還包含了 比如說會出現比較明顯的生理症狀 例如說心悸喘不過氣 自己流汗 然後呼吸困難等等 還有侵入性回憶 所謂侵入性回憶就是 這個東西你不想去想 但是它就是會一直進來 然後你會一直重複 你會一直重複沒有辦法停下來 或是你會很容易做惡夢夢到那些事情 以及瞬間重立起進 夢夢魘到也不一定完全是夢到那事情 而是那一個恐懼的情緒會被擠下來 然後然後你就是會做 對然後瞬間重立起進就有點像是說 那一個例如說被那些提示物給提醒 你就在那個瞬間你忽然沒有辦法 分辨現實跟過去 你就好像是現在你就在那一個情碰 然後你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恐懼的感覺 對 好所以這是幾個典型的成因跟症狀喔 可以讓大家自己去分一下 那你今天其實要跟大家推薦的這一本書 叫做 讓心裡的雙不盜帶 但我們現場沒有這本書 對對對 因為我今天以為有的我就沒帶來 拍誰拍誰 對我們手邊剛好也沒有 這本書叫做讓心裡的雙不盜帶 對 它主要在講什麼 那為什麼你會推薦大家可以看這本書 其實我今天還帶了幾本來 其實好多書 我現在 我真的很忙碌的想要把這本書排好 我今天還帶了幾本書來 一本是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這邊這本其實是常銷書 所以可能有很多知道這一個 有啊 對很多人應該知道這本書 我我我超知道這本書 因為常常看到它 但是沒有看過 然後現在看到嚇到 它也太厚了 對所以這就是我想跟大家建議 如果你很想看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但是你發現裡面專有名詞太多 然後論文太多 你看了很多痛苦 非常的厚一本 對 你可以考慮看今天說的那一本 讓心裡的雙不盜帶 對跟這一本第一本 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有夠長的名字 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自我療癒聖結 對 因為在童年創傷中求生到 茁壯的恢復指南 是這一件這本比較就是 著重在童年創傷 也就是說在成長的經驗裡面 那這一本就是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它比較是著重在就是 廣泛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那剛剛說的讓心裡的傷不到帶 它其實跟這一本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講的東西是接近的 可是它比較特別是 它用了很多的故事 以及因為寫作者是一個精神科醫師 然後他用它在裡面 有很多東西就是他可能會用病症去看說 你這個是什麼躁鬱症 你這個是什麼症 結果後來發現 欸其實他們可能是因為 這一個創傷後壓力症的關係 以至於陷入這個狀態 所以他用他自己身為一個 就是旁觀者也是陪伴者的一個立場 去看那個中間的掙扎 以及很容易誤判的狀況 我覺得那一本書是 因為它有很多故事 所以是很動人的 欸我們可以把那個 讓心理學生不到帶 我真的用 然後秀一下在我們的那個螢幕上面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書長什麼樣 所以這本書一樣也是翻譯書嗎 對是翻譯書 欸我覺得國內其實還是翻譯 就是以這一類來說 還是翻譯書居多 是 其實在創傷相關的裡面 在台灣現在最近有 有一個比較多人在開始 開始在推廣的一個派 叫做創傷知情 但他跟創傷或壓力症候群有點不一樣 他創傷知情就有點像是剛剛 童文杰講的就是我以前有一些創傷 對 然後可能跟童年有關 可能跟感情有關 可能很多原因 然後這些創傷我一直跟自己說 喔沒有那個不是創傷 那不是別人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我應該怎麼樣 我應該要克服 我應該要裝作沒事 我應該 我應該要開始告訴自己說 這個是以前的事情跟現在無關 可是他或許沒有發現這一件事情 光這件事情被知道 就是你真的是有創傷的這件事情 對他本身就 這就是一個見證 這對這一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創傷知情就有點像是 你至少要有辦法可以找到一個 你可信任的人 包含是心理師 去告訴你 對這件事情是真的 你真的受傷了 而這不是你的錯 在這一件事情上可以讓他感覺到 原來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原來這是一件我可以覺得是 對我來講影響很大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喔 就常常我們在看到別人 或是聽到別人敘述一些事情 或是別人在聽我們敘述一些事情 就是會覺得說 欸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這這件事情你 你為什麼會一直把它放在心上等等 但是其實牧姿老師有提到 他說創傷之所以成為疾病 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太脆弱 而是因為這個創傷本身 這個事件的質量 創傷已經超過我們所能夠承受的 的那樣的程度 而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是的確是 那所以喔 這本書讓心裡的雙不到帶 你剛剛講 他其實是一個精神科醫生 然後裡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案例例子 對 你有印象當中 就是他有哪一個例子是 你印象比較深的 然後可以 可能跟大家會有 蠻多人會有共鳴的嗎 我在裡面 因為他裡面的例子 是真的有一點點多 我舉一個 因為我那時候有寫了這一個 這一個的 就是的一個推薦 對對對 然後我裡面 有講了一個例子 對 就是那個例子 這個例子 第一個是經過大量改變喔 所以那個背景啊 背景啊 什麼全部都是改過 而且有經過本人的同意 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 對 那基本來說就是 有一個人他就是常常會做夢 夢到他的爸媽變成妖怪 然後他在做夢 而且他有就是到了 這個人是男生女生 是 我在裡面的例子是寫男生 裡面的例子是男生 對對對 然後他發現他開始 在這一段時間 最近這段時間之內 他已經有家庭了 然後他發現他會 開始很容易一直去 檢查門鎖 就有點像是 強迫症的那種感覺 而且是那個檢查的 嚴重程度其實是非常高 然後如果他沒有去確認的話 他就會睡不著 然後他又一直做 就是爸媽是怪物的夢 那因為他後來的那一個 強迫的症狀很嚴重 所以開始他的家人就希望說 他可以去求助 因為他覺得他這樣子 好像會影響到他自己的生活 那後來慢慢的去談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案例他的狀況是 他後來才發現 OK是他小時候 爸爸曾經進來他房間 撫摸過他 這件事情他覺得太不可思議 他並不是一個頻繁出現的事情 但曾經發生過幾次 在他很小的時候 然後他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因為爸爸平常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對他很好 對家人很好 對他們家的其他手足也很好 所以他也沒有跟其他手足確認過 有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所以他就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然後他就把這件事情給藏起來 可是藏起來這個事情 我們有時候有 也許會用一些意志力跟一些方式 把這一個創造給藏起來 可是當他後來必須要 他自己也組了家庭 自己也成為爸爸 而他又必須要住回家裡附近的時候 這個害怕 因為之前他可能就離家裡很遠 這個害怕跟恐懼可能就被提醒了 然後他自己覺得他長大了 這個事情根本沒有什麼 他也沒有真的受到什麼很嚴重的創傷 但是實際上他的夢告訴他 其實他受到的創傷是很大的 因為那是一個對本來你可以信任的人 變得不可信任 而且他其實在過程當中 就是因為他會一直鎖門 對就是他的症狀 就是他會一直反覆的鎖門 可能可能10次20次30次 一直要確定 那當然這個為什麼會一直重複這種反覆的行為 而且他會鎖上再打開 然後打開之後 要打開之後再確認鎖上 就是反覆這樣 那我看到老師寫的這個故事 終於有寫一段就是 他其實有講到就是 小時候 小時候父親會進他的房間 那後來他這件事情是有告訴媽媽 可是媽媽聽了之後不說話 只說那你就把門鎖好 這樣爸爸就進不來了 那當然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可能就會跟現在的這個行為做連結 他會覺得 尤其當他又搬回父母親家附近之後 他開始那個緊張 可是中間都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就中間他都已經關起來了 對也許他離很遠 他就跟自己說不要去想 不要去思考 因為我覺得這是有一些創傷 如果是出現在就是童年的 跟父母有關的最困難的地方 那就是有些事情 有可能這一個父母他們在發 發生這個事情 不管是家暴也好 或是甚至有到性的一些 侵害也好 這個東西他的 也許他平常日常生活 你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他對你是很好的 也就是照顧你的人 跟傷害你的人 是同一個人 所以這樣子的錯亂 當然會影響我們 這個傷害不只是有到 我們剛剛現在講說跟性有關 有可能只是包含日常生活那種 很嚴重的精神暴力也算 那這個東西就會讓你在 後來的關係裡面 對於你所信任的愛的人 你很難完整的信任他 因為你會擔心總是會有一些事情 會發生然後你會被傷害 那個東西其實他也是一個創傷 所以你是在推薦這本 讓心裡的雙不倒帶的時候去寫下這個故事嗎 當然這故事經過很多的改變 對對對 那我們就把這本書 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他出現了欸 你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而且他為什麼可以立在我的面前 沒錯而且好幾本 對沒有這本是真的喔 是真的 你看他做的多真 好厲害喔 欸聲音好厲害喔 現在可以做到真的像一本書立在我的前面 好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現在立在我們畫面上的這一本 讓心裡的雙不倒帶 那一位精神科醫師對創傷後壓力症 最溫柔懇切的臨床計時 與最前線的療癒科學研究 作者是謝麗珍恩 那麼這本書才剛出版而已喔 20台灣才剛出版喔 就台灣的這個翻譯本才剛出版 20207月份 那聯譜出版社 那大家如果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那休息一下回來 欸聲音我們今天要接call in嗎 有要給大家接call in嗎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好了齁 那回來我們其實 因為我們現場還有蠻多書 想要跟大家介紹 那就像剛剛就是老師有講到另外一個 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對 這邊有一個第一本 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後群的自我療癒症經 你剛剛這樣講 那你剛剛說就是這本書 我們等一下來分辨一下 這些這兩本書它的差異性在什麼地方 好不好 休息一下那剛剛當然 我們也有朋友在直播這邊留言 有寫到一些自己的故事 等一下有時間我會請木澤老師來跟大家聊一下 10點35分歡迎大家回到男女大不同 今天要聊的是傷害過了恐懼 卻留下認識創傷後壓力症 在我們現場的是 新西心理思想所創辦人周木澤老師 那剛剛其實有先介紹一本書 讓心理的傷不到帶 就是也講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讓大家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說什麼樣的狀況 有可能是有這樣的情形 那如果你在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還沒有一個就是你很信任 其實有些事情 有些發生在童年事情 我們很難跟別人齊齒 很多事情很難講很難說出口 你如果覺得你還找不到一個你信任的人 其實你可以先看看這本書 就是先看看這本書 然後了解一下自己的狀況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有需要 或是你有勇氣 找一個你相信的諮商師 我覺得聊一下也是好的 那當然後來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又跟創傷後壓力症後群不一樣 你剛剛講的那個算複雜性嗎 我剛剛講的那個故事算嗎 那是一個故事喔 對但是但是因為創傷性壓力後 創傷後壓力症後群就是複雜 加了複雜性一個東西 是因為他在講就是這一個東西 主要的部分可能是跟就是你會 他會出現很多非典型 跟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比較不同非典型的症狀 然後因為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的確也許比較主要是在那一種 比較大的就是大型的 大家可以理解創傷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地震啦海峽啦 或是車禍啦這種 可是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他在提到的部分 其實比較focus在童年的創傷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可能是一個 比較持續性的 然後一個跟關係有關的裡面 然後他是一直不停產生的 然後最麻煩的地方是因為他不是 這麼典型 所以你可能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心理症狀 或生理症狀 然後你會去求助 然後求助也許會得到了一個病名 可是你得到那個病名並不一定能夠 有效的幫助你解決你現在的困擾 就是說當然我覺得這個是不同的學派 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如果你是比較偏 例如說可能有些精神科醫師等等 他們不一定很很認真 因為精神分析派他們有時候 不一定會很很接受說 就是那你這樣講CPTSD 就是複雜性壓力後創傷症後群 那你這樣講的話就是 這個東西只要有 那全部都是這個啊 那我們那個就是所謂的DSM-5 就全部都可以丟掉啦 因為全部都是跟這個有關 可是其實不能這樣說 好專業喔你可以 你可以講一下這首話嗎 你剛剛那段期滿火新聞的 對不起就是他們的意思是 因為這個東西是2019之後才開始被認證說 OK真的有這個東西 就是有這個名詞 CPTSD PTSD 其實就是大家常聽到的PTSD 前面加了一個C 就是複雜性 就是com 應該是complex是不是啊 我們有看到它是 對啊 complex complex就是複雜的意思 所以就是complex的PTSD PTSD 複雜性的創傷和壓力 對 但是因為它裡面講的很多症狀 它其實可以對應到 這其實也是PTSD最麻煩的地方 它比較晚被人家認識 是因為它有些症狀其實可以對應到 比如說憂鬱症 比如說恐慌症 比如說 所以有時候它會被就分類到那個症狀去 那現在我們提出了一個這個東西之後 就會變成是 大家就會覺得有些 例如說我是受過 所謂的DSM-5 DSM-5它是一個就是 所謂精神科醫生他們用來分辨心理疾病症狀的一個 一個手冊就對了 那這個精神病 就是精神疾病手冊這個東西 他們就說如果這個東西是真的 就是CPTSD是真的 那就代表著這個手冊裡面有一大堆東西都可以去掉 因為全部都是因為CPTSD 他們就不是很爽 他們就覺得說你這個東西沒有經過很太過 因為它很新 所以它的科學驗證的部分可能還不夠多 再加上因為它跟人性有關 有時候人性的獨特性是非常非常難以 難以去去就是分辨 所以我反而會比較這樣子想 我覺得所有的書它不停的被出版 某方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你有一些不一樣的方法跟可能性 可以幫助你自己 那可是這也是有點困難 就說難道我要看完每一本的書嗎 對因為可能我前面先看了一本 然後當然maybe它沒有catch到我的狀態 所以後面又出了一本 但也沒關係 基本上我覺得在這邊的好處就是 慕斯老師因為他看過的案例非常的多 那他自己也看過非常非常多書 我有時候都不能理解 你怎麼有辦法看這麼多書 其實就是 我問你這些書你真的都有看過嗎 我真的都看過 你看我有一些都還摺 對啊你都有摺耶 然後還有做那個菜 我後來翻譯 我後來不摺是因為我直接把它打在電腦裡面 因為我後來覺得摺書看起來好像有點可憐 那我會生氣 我討厭人家摺書 他就好像摺書講 然後有 對但是這個這樣子其實又 某程度沒有覺得很不環保 對 所以也就是說我覺得慕斯老師很 很棒一點是他幫我們去過濾掉一些 對因為他看過書實在太多而且他真的都有看 那加上他的臨床案例又多 他可以去交叉比對之後可以選出 比如說今天我們在講這個東西的話 他可以選出一個比較能夠 當然不是不見得百分之百 每個人都可能是能夠幫到你 但是也許可以幫助到八成的人 看這個書都有 那所以他裡面講的是 為什麼他可以講到自我療癒聖經 他到底可以幫大家做到什麼 其實這本書他最重要的部分是說 他講到你有很多的 比如說你覺得你沒有價值啦 你沒有安全感啦 你常常覺得不被愛 你很容易因為這樣受傷 聽起來都是我們很常見的一些症狀 就是大家會去做自傷 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他提到的是 這個東西可能都是跟你的童年創傷有關 因為你童年有創傷 那個創傷又過大 然後這個東西導致你的一些情緒調節 就是大腦或是自己的情緒調節的部分 會出一些狀況 你的情緒調節的能力就沒有那麼好 那當然我覺得說明這個原因都很簡單 這種理論或多或少都有人提 可是我覺得這一本書比較重要的是 他有教你可以為自己怎麼做 然後其實這一本書 我覺得我現在在推薦給大家的書 幾乎都是我們心理師也會看的書 所以像這一本就是 你們應該這樣講 心理師會看的書很多 但是一般人不見得看的都 對對對 可是意思是說 這個你們看也覺得它是有幫助 很有用 很有用 就是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覺得連對我們工作都非常有幫助 然後我覺得它又不至於到非常難看 像為什麼我把那個心理的傷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跟創傷 從創傷到復原 我放在比較後面 因為有時候他們稍微會肩色一點 然後再加上它這麼厚一本 你就會不想看 拿起來就會只想打別人的頭 不想要拿起來看這樣子 但是像這一本 它薄薄的一本 然後它也用很多的故事跟例子 比如說有時候你會發現 一樣都在一個家庭 有一些創傷的經驗 同樣的父母 被對待的方式不同 甚至是不一定是 可能父母都是長那樣 可是小孩 因為自己的性格跟自己 跟父母互動的結果 發展出他自己的一套 生存的適應策略 可是這個生存的適應策略 在那一個家庭 或許暫時可以生存 可是就他長遠的生命 生涯來說 可能是有害的 可能會讓他一直帶著很多 自己感覺到 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是用認知行為療法 就會說非理性信念 什麼叫認知行為療法 認知行為療法 就是我們在做心理諮商 很多人就是像日本 他們那邊非常常使用一個方法 就是比如說你就說 我覺得我不被愛 我覺得都沒有人愛我 然後這個心理師就會告訴你說 那你舉例子嗎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嗎 其實沒有幾件嗎 那有沒有人愛你 有人愛你嗎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非理性信念 就是你以前小時候經歷的事情 你一直帶在身上 那可是這一本書的意思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創傷 那問題是 問題是 認知行為療法他在教你 可以不要把這個帶在身上 可是我在猜有很多人遇到的困難就是 像現在書 認知行為療法是一個大宗 可是問題是有些人看了書 我知道 但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心理做不到 這個心理為什麼做不到 就跟這個情緒調節有關 就跟 所以他裡面在教你 怎麼去做情緒調節的管理 跟重新建立那一個能力 他有教你怎麼做 怎麼做自我的訓練嗎 有他有 但是 但是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願意這麼去做 會有一點幫助 但的確還是有一點點困難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在你的本身的創傷 是比較嚴重的 然後或是你在這個執行上 你發現對你來說真的很困難 我倒覺得真的是可以去找一位 就是對創傷療癒比較有 就是能力的心理師 陪伴你去慢慢的一步一步走這個路 因為你的創傷持續多久 你就需要多久時間復原 那個不是一天兩天你看完一本書 就能解決的事情 這是真的 對 好所以這是第一本 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自我療癒神經 那剛剛這樣講我 我聽懂了 我不知道朋友沒有聽懂 沒有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東西它還是會牽涉到一些專有名詞 可是我覺得慕姿剛剛就是 我們在 就是我在問 他在答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已經釐清了 就是說 你覺得 你覺得如果當你其實有聽過一些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這個 行為認知 CBT 什麼 IBT 那種 但是你覺得你已經知道了 這是來自於哪裡 然後你也知道其實現在並不是這樣 可是你就是做不到 的話 就可以來看看 看一下這本書 然後另外 還有一本 其實 這個之前我們其實有講過 就是也是慕姿第一次 第一本推薦給我的一套書 上下兩策 欸它算上下 不算了它是 有兩本 前後兩本 對一本叫做 童年情感忽視 童年情感忽視的 童年情感忽視的第一本叫什麼 童年情感忽視 童年情感忽視 然後第二本叫實戰篇 然後第二本叫實戰篇 你今天帶了實戰篇來 對 我要跟大家說這本書很棒 而且很好讀 為什麼我今天帶實戰篇呢 因為最近在重讀 它在我的桌上 所以我順手一拿 然後童年情感忽視在 櫃子的深處 因為這個實戰篇就講 我們上次有講到童年情感忽視 它可能造成的一些 影響 但是會請大家去看 童年情感忽視的第一本書 是因為 你可以去從那裡面看到 原來 就是因為它分得很細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不覺得我們是這樣父母 或是我們不覺得 我們的父母有這樣子對我們 可是看的時候才說 原來其實是 因為我現在是 可能是因為 或是我的一些想法 或是我的一些行為 可能是因為 這樣子的狀況 一些經驗的關係 對經驗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討論 跟父母有關 或是跟過去有關的事情 最主要的目的 真的不是讓大家去怪誰 不管是怪自己 或是怪別人 而是讓我們理解這件事情 是真實存在 對 然後這個傷是真實存在 那有點像是說 我有時候會開玩笑講 就有點像是說 我們不小心 就是 也許我運動過度 然後我就拉傷 拉傷之後 也許我每逢季節的時候 就是換季 我就會痛 然後這個痛 沒辦法 因為你拉傷了 可是我們可以 後來的 我可以做的事情 是我知道在什麼時候 他痛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熱敷他 可以讓我好受一點 可以讓我可以繼續 進行生活的事情 讓我不會失功能 這是未來 接下來我們可以為自己做的事情 但這件事情很不容易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需要專業協助 不是因為你能力不夠 而是那個傷有時候 可能太重 就我們剛剛說的 他已經超過了你所能承受的量 所以童年情感忽視實戰篇 其實如果你先看了童年情感忽視 你會去看這本書 一定代表你已經長大了 你已經是成年人 那不管你是不是 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 可是現在會發現 原生家庭 可能帶給你的一些東西 會在現在的家庭面 造成一些影響 其實或者是你的伴侶 是這樣的 我覺得都很適合讀實戰篇 因為他就在講 長大後的我 長大後的我指的就是 我在童年情感忽視裡面 我確實有一些 我以為我沒有被忽視 但事實上 可能有一部分 是被忽視掉的部分 我長大了 我怎麼樣跟伴侶孩子父母 去建立情感的連結 裡面寫的其實非常的清楚 比如說 第一步 如何跟伴侶情感交流 那就有 童年陰影下的親密關係 然後對親密關係的影響 還有怎麼去跟你的伴侶 談論你的童年情感忽視 然後怎麼樣可以 從疏離再回到坦承 第二步是 如何跟父母情感交流 我覺得這一步其實是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 其實跟父母親 不是不愛他們 而是你會覺得 你跟他們在一起 可能會有壓力啊 或是什麼的 如何跟父母情感交流 得不到認同的孩子長大了 然後等等 但也有教你情感交流 要保有界限 然後第三步 如何跟孩子情感交流 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所以這本 其實這兩本書我都是 真的非常推薦 雖然我還沒看過 我覺得 因為他需要慢慢的去拒絕 因為你會思考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為什麼看這本書 這兩本書看得這麼慢 因為在第一本 童年情感忽視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是哪一種 你看到這種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像 可是又不是那麼像 然後你就會看下一種 然後它前面會有一個 童年情感忽視的自我評量表 對對對 你有做這個評量嗎 我有做 那我等一下問你 你勾幾個 可是現在問你一定不準 因為你現在已經不是當年 對 因為我覺得 你自己讀過心理資深 之後一定不會有 而且我也有自己的 我也有自己的資商史啊 所以 對對對 對 好我們休息一下喔 再回到現場 十點五十四分 我們最後來聽一首 陳一和的歌曲倒影 那麼剛剛有非常多的朋友留言 希望我們能夠把今天 呃 周木子老師在節目當中介紹的書 嗯 把它彙整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會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不怪大家 因為他們的名字真的太像 而且他們的名字真的太長了 對對都很長啊 但是你知道現在書名都是這樣 它會有一個主標 但是又有一個小標 對那你把小標都念完 它可能加起來就三十個字 可是沒有那個小標 會讓你比較不理解這本書 到底在講什麼 那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請 呃我們的製作人山羽喔 在我們呃 飛碟聯播網生活同樂會的粉絲專頁上面 來彙整今天 木子老師所說的介紹這些書 最後一點點時間 呃 我們剛剛今天因為聊的就是呃 創傷後壓力症 那後面又引申出來是複雜性 創傷後壓力症 對 呃如果現在聽完這個 之後發現自己可能有一點點 其實狀況 或是家人有些什麼狀況 我們能怎麼辦 我覺得第一個 是我先提醒一下大家 今天講的是很粗淺的 對 再加上創傷後壓力症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病症 就是以精神疾病來說 所以這個部分 還是必須由精神科醫師 跟就是臨床心理師之類 他們的訓練 因為我們學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對 必須由他專業的判斷之後 才能知道是或不是 所以如果你先不確定 你有這個狀況 我非常強烈的建議 你可以先尋求專業的協助 當然這個專業的協助 你可以先去看 你是不是是功能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 它有沒有很嚴重的 影響你的生活 跟影響你的功能 如果嚴重影響你的生活 請你務必要 立刻趕快去找 不管是精神科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身心科啊 或是心理師等等 但心理師在這方面的處理 主要是 如果你的狀況在嚴重 在精神科他們 會有一套治療方法 那這個東西 再輔助談話治療 才會比較有效果 這個部分是請大家先清楚 所以我今天講的 也許不真完美 大家有一些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些書 以及去找相關的資料 這個病症相關的資料 會有更清楚的介紹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如果你發現你有這個狀況 你親友這個狀況的時候 當然能夠請他去接受 專業的協助是最好 因為其實我們能做的 真的很有限 你就算看了這些書 你要幫他做 要負擔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 人生 尤其是有創傷的人生 是很不容易的 不是你不努力而是 這能力是很難的 我現在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告訴他說 我有認識很棒的 心理師常師 其實你可以去那邊 看看那就是你可以去查 心悉心理師常說 真的 難怪我最近 我們業務量都很暴增 就是因為你 你知道每次只要有人 這樣問我 我身邊很多朋友 而且自從主持這個節目之後 更多人來問我這個問題 我真的有時候 但是我們都不 比如說是青少年 小朋友的 我就有別的可以接受 是是是是 我沒有特別讀後周慕茲 但周慕茲真的蠻厲害的 謝謝謝謝 謝謝慕茲老師 今天帶給我們的讀新書 那期待下次再相見 拜拜 拜拜